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韩国恐怖电影杨怀 女主和男主是一对夫妻 之后在女主一直没有怀孕的情况下 两人决定领养一个孩子 于是第二天,女主来到了孤儿院 很快就相中了具有绘画天分的俊雄 于是女主就把俊雄带回了家 并赋予俊雄自己家族的信誓 随后一家人也是相处的其乐融融 看样子,每个人都真心把俊雄当成了家庭的一员 某天女主守着睡觉的俊雄 正当女主以为俊雄已经睡着时 俊雄却在女主看不见的地方睁开了眼睛 这说明俊雄对这突如其来的温暖感到不安 随时害怕着失去 第二天,女主带俊雄去见了奶奶 并向奶奶夸赞俊雄聪明 可是奶奶并不怎么喜欢俊雄 在俊雄上楼后 奶奶就劝女主还是要有一个亲生的孩子 毕竟血浓于水 还给了女主一把扇子保佑女主怀孕 殊不知敏感的俊雄在楼上听到了这些话 瞬间开始闷闷不乐 行为也变得反常起来 俊雄平时没事就喜欢坐在院子里的杨槐树上 和树交朋友说话 这天俊雄在树上坐着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罗莉 于是俊雄从此又多了一个新朋友 俊雄带着罗莉骑单车 带着罗莉回自己的家 看样子罗莉很喜欢俊雄 两人玩得很开心 一天女主怀孕了 而俊雄也知道了这件事 表情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 接着女主就发现俊雄在仓库里 偷偷把奶奶给的那把扇子给烧了 女主马上意识到了俊雄的想法 于是就安慰俊雄 多一个弟弟妹妹也是一样的 很快女主生下了一个宝宝 俊雄也很明显的被晾在了一边 于是有一天俊雄终于忍不住 做了伤害宝宝的事 本来就不喜欢俊雄的奶奶 这下更加排斥起了俊雄 这天男主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做抛妇产手术时 抛出了一个木头怪胎 而这时隐隐感到不安的男主 已经对俊雄有了戒心 俊雄自然也有所察觉 晚上俊雄就闹起了脾气 坐在树上不肯下来吃饭 第二天 因为俊雄老是喜欢坐在树上 男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就想把树给砍了 而女主却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于是拒绝了男主的建议 晚上固执的俊雄和女主 说要离开家里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俊雄再也无法忍受 因为多了一个孩子的缘故 自己就要备受冷落 而俊雄之所以总坐在树上 是因为俊雄觉得自己真正的妈妈 化作了一棵树 接着俊雄就在大雨天跑了出去 男主开车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于是一家人决定去报案 第二天 怪事就开始发生了 男主在吃饭时吃到了树枝 这些树枝刺的男主的嘴巴流了很多血 然后男主就怀疑这是俊雄干的 还和女主起了争执 就这样 俊雄一直没有找到 那棵俊雄长作的杨槐树 也发生了怪事 直到去年那棵树都没有长过一片叶子 这时旁边的奶奶捡起了树上掉落的花 纹了一会儿 就突然咳起了血 接着就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第二天 爷爷看见一个萝莉站在树下 于是爷爷认定萝莉一定知道俊雄在哪 于是上前询问 而萝莉却反问了爷爷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然后爷爷含在萝莉的身上 发现了俊雄的吊饰 于是爷爷目露凶光的朝萝莉走了过来 而这时树上的花枝却突然折断 掉下来刮伤了爷爷的脸 脚下也突然有数不清的蚂蚁 把爷爷包得密密麻麻 很快爷爷就被蚂蚁蚕食的倒地身亡 另一边男主也出现了幻觉 杯子里的水全变成了黑乎乎的血液涌了出来 回到家的男主看到阁楼上全挂满了俊雄的画 很明显这是女主干的 而女主说自己想念俊雄 希望俊雄看到这些能够回家 听到这些话后 本就烦躁的男主几下就把女主给打晕了 这时窗外的树变成了血红色 枝干上也流出了鲜血 晚上男主回到家 看到家里布满了诡异的红线 而男主埋尸俊雄的场景则被画在了墙上 那么俊雄是被男主杀死之后又埋在了树下吗 而很明显女主就是这么认为的 结果男主却说都是因为女主不让砍树的缘故 导致俊雄对树产生的极度的依赖 从而引发了悲剧 此时画面变成了黑白色调 进入了回忆 原来在俊雄出走的那天 因为执意认为杨怀树是妈妈所化 气急攻心的女主决定砍了杨怀树 结果却失手砍死了上前阻挡了俊雄 而男主和爷爷埋葬了尸体后 掩盖了这事实的真相 而女主也有了畅伤性失忆 忘记了这原本的一切 雨夜再次来到杨怀树下的女主 在男主的提醒下 终于想起了所有 最后恢复记忆的女主选择了自杀 结束了这一切 而男主也被杨怀树给弄死了 原来死后的俊雄已经和树融为了一体 影片最后 警察在杨怀树下 挖到了变成木头人的俊雄尸体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